嗨嗨 我是小哥 我今天來到了花蓮的鳳林流浪 說到鳳林你會想到什麼 客家文化跟校長 校長 為什麼咧 小哥帶你去找答案吧 GO 小哥現在在鳳林火車站裡面 它的外面的柱子和裡面的椅子 全部都是客家花布的花色 整個就很有可嘉的味道 鳳林的早餐我們選擇的 都是在地人吃的蒙古蛋餅 我剛剛問了一下老闆 他為什麼叫蒙古蛋餅 他說沒有為什麼就叫做蒙古蛋餅 他跟蒙古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要來吃囉 非常紮實的蒙古蛋餅 裡面有九層塔高麗菜 然後還有肉末 超厚的 我們還點了一個餡餅 他們的餡餅外表煎起來酥酥脆脆的 然後裡面的肉餡很有味 所以整體這樣咬下去的時候 非常好吃 我現在來到了林田神社 不過很可惜這邊已經都被損壞了 只剩下台積的部分 那公所為了保留這個地方 所以就整修了鳥居石端龍還有餐道 可以讓人家來這邊走走散散步拍拍照 小客現在來到了廖塊燕龍 在鳳林這個地方是全台燕龍密度最高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燕龍 好多人可以出現燕龍 對 我們逛完燕龍囉 來到鳳林不可錯顧的廖塊燕龍 尤其一定要聽許大哥的導覽介紹 讓我們更近距離的 更深入的了解菸樓文化 那如果時間夠的話 還可以在這邊做個DIY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來 要快夜龍 我們現在來到了 鳳林的老字號餐廳 盧逸廷 我們點了一碗牛肉麵 來品嘗品嘗 還有點了一盤的小餐 它的小餐在廚房裡面 可以自己進去夾 看到 我們現在來到了校長木工廠 來看看鳳林 究竟為什麼那麼多校長呢 豬吃飯前就不用錢 不用錢 它出來也有多多啊 在校長夢工廠的後方呢 有一座靜置亭 它也是花東地區 僅存的一座靜置亭喔 可以一起來看一下 我們逛完了校長夢工廠囉 那為什麼鳳林的退產是校長呢 因為早期務農 所以他們的生活都比較貧窮困苦 當時讀書跟吃飯 都是免費的師範學校 就成為他們最好的出路 加上後期的升遷制度改變 所以老師考主任 主任考校長 校長就越來越多囉 所以就變成了鳳林的特產 耶 我們現在來到了 Morisaka 台灣第四大林場 林田山 我們這些甜點裡面 我們都會加了豆漿或豆腐 去取代裡面一些奶油的部分 然後吃下來的話 我們的甜點就不會那麼甜 而且比較不會那麼濃 比較清爽 我們現在在石豆屋 在日式時期 這裡是一間酒家 曾經是個美女如花的地方 現在只剩下玫瑰的豆花 那我們就來吃豆花吧 植豆屋的豆子 都是自家有機生產的 現在我要吃他們的豆漿申爐卷 他們家的申爐卷 生爐不甜不膩 推 我們已經玩完鳳梨囉 鳳梨是全台灣 第一座國際曼城認證的小鎮 歡迎大家來鳳梨漫遊 小哥就介紹到這邊囉 掰掰